9号傍晚 友谊大桥发生奪命交通意外 除了一条人命悲剧的 也移下了三名子女没人照顾 父亲出事当天正好是 咏怡23岁的生日 本来打算等父亲下班回来 和弟妹一起过生日 却没想到一场车祸令他们失去至亲 平时一个人就支撑家 有些什么都跟爹地说 爹地很慳 其实那次意外都是因为 打算省回一些钱 不想搭车 搭人家什么车 曾未感受过家庭负担有多重 现在三姐弟只靠着妹妹打工的 每月一万两千元收入为生 但每月房租就已经要四千元 容易说 希望政府能够伸出援手 安排他们搬进社屋 暂度难关 一直都没到我们 然后上次去过 就说四个人的 然后就两千几个 但是因为我现在只剩三个人 那就要重新排过 那些码牌到地里都没知 虽然已经尽量表现得坚强 但想到父亲突然离开 勇宜强忍住泪水 他同样希望政府能够开放 西湾桥底作为电单车专道 避免悲剧再次上演 欧阳卫视蔡背信江朝东澳门报道 谢谢大家